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印度小哥长江 这一期视频内,我会拍普通思维的人 普通,用普通的角度 就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人 就是普通的人,用普通的角度 是如何拍印度的解套的 所以刚好我是在印度 然后我是在一个小城市 也不能叫发达的城市 所以这边好怀面都能见到 所以我就给大家拍出来 这是第一个角度,咱们看一下 哇塞,我是在印度啊 大家好,这是印度的街道 挺干净的 天空也美好的,肯定是富人区 别问我,我怎么知道,我是天才 我就知道在印度哪都干净,哪都富人区 所以,就是,不是 哪里干净,哪里是富人区 所以这边是什么 哇,一个垃圾都没有 有山,有水 这是印度的最干净的地方了 哦 有些小孩在玩,那个,轮滑呢 肯定是富人区吧 再换个角度 哦,再拍这个 拍什么,哦,地上 哎呀妈呀,我在印度 这什么地方 全是垃圾 哎呀妈呀,这个牛在干嘛 我是在印度 跟这个牛说你好,可能他被我吓到了 哎呀妈呀,太可怕了 不能过去了 还在拉石呢 再换个角度 哇塞,我在富人区啊 也是挺干净 有摩托,有车子 有富人孩子 哦 哦 哦,那个地方是他们在连他们的摩托 那两个一个牛的很难得是一个老师 然后他们是他们的学生 肯定是有钱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钱他们采卖的这个摩托啊 我不敢,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 我不敢跟他们聊天 但是我因为我是天才,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在那边干嘛的 这是我亲眼看得到的 给大家拍出来 再换一个角度 哦,他那个人是底重型 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是天才 因为他的父子陪 然后,刚才觉得这个牛的是一个高中型 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是天才 我知道 我不敢和他聊天,我不会他语言 但是我已经猜到了,看他的父子 他是高中型人 这一款个角度 哦,这边有些乞丐啊 哇塞,太可怕了 印度太穷了 他们肯定是低中型人 因为他穷 和那些玩 板球的人肯定是富人 球人哪有钱买板球的 买几十块人民币的 几十人民币的板球的 哦,再看看这个 哦,再拍,哦,我无聊了 我想拍街头的石了 街头的垃圾了 想拍流浪牛 想拍这个垃圾 我想拍这个垃圾 再换个角度 哇塞,街道太干净了 富人去 哇哦,印度 我现在在印度 哎呀,马来呀 看都是土啊 这街道吗 这,看不了 我的眼睛都有垃圾了 再换个镜头 哇,新发大城市在建立中 哇塞 街道特别干净 再换个角度 街道特别垃圾 所以在一个城市里 什么好坏面都有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我记得 如果有朋友 像在印度拍视频 他们更多想了解印度 他们该叫本地的朋友 或者跟本地人聊一下 聊一下正式的状态 和情况是什么样的 不要自己去做故事 它是底中心 哪个是高中心 哪个是富 哪个是城 所以好坏面都 都都在一起混合的 就是 如果有边是好面 周边可以看得到 坏面 与中国不同的是 像我城市 印度许多城市 都没有规划 也没有很好的组织 很多土地被征用 或是私有土地 政府在很多时候 无法根据自己的计划 做很多事情来改变 在许多方面 印度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在发展方面 我们与中国的水平相差深远 所以第一次来印度的人 他们 就是 能在一个城市里找到 从长到干净的 各种各样的地方 是的 印度上大多数城市 都是这样的 许多公共场所 如公园和广场也很干净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既属于富人 并且是公开的 在我这个小城市里 或者你们可以说 像我这样的城镇 你们可以找到 硫化的公园和干净的道路 也能找到 打开的垃圾箱 或一处的垃圾 还有街上有当的各种流浪动物 从好看的 关到 杂乱补障了 街边堂位 在我的家乡 什么都可以找到的 有了所有这些差异 我感到 幸运的是 我有一个订棚 每天能吃三顿饭 有干净的水喝 我可以学习 实现我未来的目标 印度需要改变很多事情 以便在未来发展更多 我能做的至少是 与我的中国朋友 分享我的生活 这样他们即使 不懂我们自己的语言 也能更多了解我们 并能 迷合印度和中国之间的 交流鸿沟 我这就在回家的路上了 希望大家还能理解 我拍很多视频的原因 希望我的内容 没有让过大家无聊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内容的话 可以告诉我 也可以给我点赞 也可以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